说如果你正向 ok 的话 那反向的话其实很简单 这两个可以不要动 你就动上面这个嘛 13 有没有 反向 13 到 0 斗点 负1 这个加一下 也许它就跑 13 一直到 0 的前一个嘛 到1 为止 13 到1 停下来越来越少 特别主要这个一定要加 如果这个不加的话 它不知道你会越来越少 预设是1 所以 13 的下一个就14了 所以如果你加这个 它就才会越来越少 不会越来越多 ok 预设是越来越多 加了这个之后才会越来越少 这个可能大概要有概念一下 因为之前也有同节卡在这里 一直觉得说 不是应该要一直越来越多吗 怎么加 它就忘了要加这个东西 忘了要加 其实跑一次就跳了 为什么 因为13 再下一个是14 14 就跳离了 所以基本上的话就跑一次 就结束了 ok 所以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你就一定要加一个负1 它才会越来越少 ok 好 那再来的话呢 其实这样执行它的话 理论上应该就 ok 了 好 有没有 13个 12个 再来就是11 前面就是 这个不要加 空白 这个加一个 两个 一直加到最后这12个 我要试试看 另外可以试试看 反正这个也是一个 看看变成这样吧 或者你再去做耶诞树嘛 现在流行耶诞树 现在耶诞节 耶诞节还没到啦 不过大家都会有那种耶诞的气氛 也许你弄一个耶诞树 之前还有同学更夸张 弄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对不对 可不可以 可以啊 但是很 嗯 算练功吧 如果你再都可以做得出来的话 那我想你应该负回圈 应该滚滚烂熟了 那顺便配合这个啦 自串乘几次 ok 而且这个 在Python里面 有这样一个功能 而且蛮方便的 自串还可以乘几次的 ok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要继续看 刚刚是负回圈 那接下来就是那个 坏回圈 那坏回圈跟负回圈 我早上有讲过啦 就是那个 它两个 几个最大不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早上有讲那个 所以早上有练习的那个 坏回圈 那负回圈的话 我们要再把它改成那个所谓的 那个坏回圈 那它最大不一样 早上有提过就是说 这边的话 在负跟坏回圈 他们两个 最大的不同的点 我早上有那个讲 对这边 就是呢 其实它从 一样的地方就是都是 解决重复执行的需求 都一样 只是差别就是说呢 负回圈需要提供的清单范围 那坏回圈不用 那预设值会自动加一 这个是预设值 除非说你变动那个step 假设因为刚刚我们 要负一的话 你就把它改成负一 其实叫坏回圈简易 这倒也是 因为 像一般习惯的话 我回圈的话 会以破回圈为主 坏回圈为辅 坏回圈基本上 用到的几率会比较低一点 因为主要是它真的比较不好控制 而且你控制不好的话 很容易就进到无穷回圈 进得去出不来 出来的话你 所以我说一定要有一个break的判断 break让它跳离的那个 那个讯息 如果没有的话 它就会一直跑一直跑 跑不停 那跑不停怎么办 你就是要用快速键C 或者是说你们跑一跑 如果它跑不出来的话 在Eclipse里面 它有一个 上面有一个stop 这边有个停止 terminal 这个是terminal 目前的 假设一直跑 它跑不出来 你如果说要让坏回圈 跑出来 强制停止的话 这边可以terminal 这个是terminal目前的 如果你不知道哪一支程式停的话 你可以全部停掉 OK 因为之前也蛮多同学 就是一直跑一直跑 因为它一直跑的话 它会浪费记忆体 当然不会马上荡掉 可是可能会跑到最后 你记忆体用完了 那可能 你可以不是就挂掉 就荡掉了 OK 这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怎么去修改 这个题里面可能有注意 就是说它可以进到回圈 条件 但是它不会自动加1 所以不会自动加1的意思是说 你要自动帮它加1 OK 所以它不会自动加1 所以你要设一个变数让它加1 再来的话 还要哪一些 所以我们 等一下的话 我们把前面练习过的东西再稍微改一下 如果今天1加到99的总和 我要把它改成那个坏回圈的话 那恐怕会有几个地方 要注意的 不一样的地方 第一个 4回圈的初始值 从哪一个开始 恐怕你要注意一下 初始值 就是在什么情况下结束 所以有一个结束值 第三个就是它不会累加 所以你要自动帮它加一个加1 可能会有三个地方要修改 如果这三个地方你都注意的话 应该就没问题 所以第一个我改一个给各位看 大家就知道了 第一个我们利用什么 刚刚我就把刚刚那个1加到99的这个程式把它复制好了 然后我另外再 也许把这个再产生一个那个专案 一个module 然后这个module的话就要坏 加总到1到99 OK 那这里面要改哪一些 首先第一个 如果你要把4改成file之前 第一步enter一下 其实我的习惯上 这个是第一个 它的初始值 从哪个开始 从这个开始 所以这边的话你就 给它一个i 预设值干脆直接给它e就好了 初始值它没有 所以特别是file没有什么东西 没有初始值 所以变成你要怎么样 你要自己打一个初始值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就是 加一个那个 初始值要给它 第一个这个地方一定要加 第一个file没有这个东西 第二个file没有什么东西呢 这个逻辑改一下 也就是说呢 第二个原来是用file 那我要改 file怎么改 这边改一个 第一个啦 当然直接打一个file file后面的话呢 就不是这一串哦 而是什么呢 当他什么情况要去累加 当他那个i的值怎么样 你看他为初的时候 为初的话就是他要小于100 就是当他100以下的话 一个冒号一样 OK 所以其实这个有点像 就是这个词啦 有没有 当他小于100的时候 所以这个分解到这边 这个一样放在他后面 但是第三个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是等于是 如果这个条件为tru的时候 进入回圈 所以这个是什么 这个应该叫逻辑吧 所以也许原来我们是到哪边停下来 但是这边是逻辑 这个是一个逻辑 OK 所以这个第二个 什么样的逻辑 那要进入回圈 是他为tru的时候 他是tru 所以 i现在等于1嘛 进来之后的话 他1 有1有没有小于100 就进来 帮我把它累加 但是问题是你加完之后 他还是1 file回圈的话 他有个特性 就是帮你一个step 自动帮你下一个 就是加1 那在那个 file没有 所以记得 file的话你必须 i 如果你没有加这个就无穷 i等于i加1 这样子 所以这边的话 你要必须帮他再多一个 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第三个 就是他什么 他变成说 他会自动加1 那这边的话 他不会自动加1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也就是说 他不会自动 帮你去那个算什么 加1吧 好了 OK 反正就是 自动帮你在这边 再加一个 所以会有三个地方不同 也就是说如果将来 你如果要把那个 file回圈改写成 快回圈的话 那恐怕会有三个地方 初子值是多少 在这里 OK 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他的那个逻辑 其实就拿这个过来 第三个 因为他这边 后面有个step step的话 其实这个地方 比如说如果你要加1 i等于i加1 就放在这里 如果说你要减的话 i等于i等于i等于1 OK 当然我前面讲过了 如果你要把这底下这边改一下 那一般习惯是加等于1 如果你看不习惯 改的方法都可以 最后我们来试一下 如果改完之后 没问题 执行一下 快回圈 也一样 结果4951 没有问题 那一样的道理 如果说 假如我要把前面 我们4回圈写过的东西 全部都要改成 快回圈的话 也许各位可以试着 改改看 按照类似逻辑 试试看 OK 主要是熟悉快回圈 来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那当然因为我们现在 的架构是在4回圈底下 但未来 其实有的问题 并不一定是 你会进入回圈的值 其实逻辑判断 不见得会像4回圈一样 会有一个清单 可能他不是清单 像刚刚这个部分呢 就类似像一个清单 如果你不是一个清单的话 你会试一个什么情况 发生的条件下 你才会跳里回圈 OK 试一下这个部分